推著阿公阿嬤到活動場地 今天要上很不同的課 又唱又挑 還要幫阿公阿嬤按摩擦乳液 但是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互動 和長輩聊天說話 來自不同的大學 但目標都是陪伴老人家 像這一位從嘉義到高雄讀醫學院 吳成泰是未來的醫師 說講永遠會比做容易 那我們很多時候沒辦法去達成這個目標 但是我覺得我們醫生的角度 都一定要把病人當作是自己的親人去對待 把安養院不認識的陌生長輩 當成自己親人一樣的耐心對待 吳成泰期許這是將來畢業之後 自己服務患者的態度 利用假日當志工 目前就讀師大的肖毅君 也要藉著和長輩的互動 學到更多 我應該是走國中的國文 我比較會希望提升他們 在精神和情義方面 變得更柔和或心力更柔軟一點 因為我覺得現代的人好像 很容易就太疏離了 安養院關懷讓熱鬧氣氛 溫暖在場的人 對參與的學生來說 收穫也格外豐富 大家新聞 請問真善美志工 陳忠賢 楊文華 高雄報導 我們下輩的節目 我們下輩的節目